好,我們看一下這一題喔 他說小蘇未瘦身 每餐攝取的熱量還有糖類 均不能超過400大卡和20克 所以說你先分析一下齁 我今天吃的食物 對吧,我目標,我熱量 要幾樣?不能超過 代表要幾樣?不能超過 代表小A等於400大卡 對吧齁,糖量咧,攝取的糖分咧 不能超過多少?20克 要小一點於20,好 這是我的目標,對吧齁 可不可以,均不能超過嘛 這樣行不行?行齁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個現象 這樣行不行?好,那今天 老師想想,在今天小蘇去編利商店 去購買A食品與B食品 各若干份,好不好 所以說我今天去編利商店買A和買機 買B,這樣行不行? 那其中 A食品當中,好不好 所以說我今天去買A和B 其中A食品當中 對吧齁,它標示一份有100大卡 所以說A食品當中 它有熱量也有100大卡 對吧齁,OK 彈分,彈量咧,有8克 好不好,彈分有8克,這樣行不行? 好,再看B15 B15,熱量多少?150 彈分是幾克?6克,行不行? 好,這彈分是8克 所以B15,熱量是多少? 熱量150大卡 我彈分是幾克?6克,這樣行不行? 好,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今天小書要怎麼搭配 好不好,才符合每日設定的攝取量 其實這一題齁,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要怎麼吃基本上都可以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老師想請問一下第一件事情 對熱量而言 你看齁 這A食品一份有100大卡 我吃了100A,這樣行不行? 那對B食品來講 一份有150大卡 加上150B 我這熱量要小的等於400 對吧,可以超過嗎? 不行 在彈分也是一樣 這一份有8克 A份,對吧 我假設一份有8克 所以8A再加上 這一份有6克 加上6B 我要小的等於幾? 2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基本上你觀察一下 滿足這種條件 A、B 基本上很多個 有很多種答案 那題目問你 下列哪一種方式 好不好 可以滿足這兩個設定 這樣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A選項 他說A食物吃幾份? 3份 B食物吃0份 可不可以? 這吃3份 300而已 這吃3份 超過了 所以A選項不行 B選項 他說A食品幾份? 2份 B食品幾份? 1份 A吃2份 200 這吃1份 150 200加150 小於400可不可以? 可以 這吃2份 16 這吃1份 6 16加6 超過20了 不行 來 C選項 A吃0份 B吃3份 這樣行不行? 他吃0 他吃3 450 超過了 不行 諸選項 A1份 B2份 OK 他是1份 1 他是2份 300 100加300 小於400 對不對? 對 對 他吃8 他吃多少 吃2份 8加12 小於等於20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當然選項 所以符合這個設定量 對吧 OK 老師想請問一下 所以當然選項 選豬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嗎? 麻煩你到這邊把這題整理一下 好嗎? 4個 我拿來 評論 完成 4個 炸 2個 4個